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和大家來到4號路附近 即是Richmond 比較安靜的城市社區 我現在在內街穿行 環境很清幽 全部都是樹 旁邊也有泊車 但又不是太多車 人走 為何會來到這個區域呢 有兩個原因 第一 過來看看朋友剛剛交樓的城市 在這裏的小區 另外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最近很多人會去問 我想拿著100萬 鬆一點 820萬不到的預算 我會想買Town House 有甚麼選擇 哪裏比較多呢 這個可以說是多些選擇的區域 因為其實Richmond 雖然很大 但3號路附近主要都是condo為主 去到下面 譬如Season 西邊Terranova那邊 可能都有獨立屋多 Town House比較少 如果大家想在Town House比較密集的社區 選擇的話 這是其中一個區域 所以跟大家去參考一下 這邊的話 也算是交通方便 如果大家有車 駕車可能3-5分鐘 已經可以去到 去Richmond Center 和Lansdown Mall 吃街去吃東西 但就算家裏可能有老人家 或者太太不開車的話 也不是說出不了街 走路5分鐘至7分鐘左右 有個巴士站 你已經可以南北通了 即可以去到上面 Captain 未來新的Skytrain 又可以到漁人碼頭 又可以Lansdown 又可以去Richmond Center 所以跟大家輕鬆share 開心share 我們現在先去看看Town House 我們現在由剛剛外面的小徑 走到屋苑裡面 所以大家會看到一間房子 車庫 我朋友這間收樓的房子 屬於比較小的戶型 類似中間的三層高 然後雙車庫 一個車庫門 進去前後tandem parking 這個屋苑的話 大家也會看到 它的 driveway 比較闊一點 附近也有一些樹 基本上每間房子的前面 或者旁邊也有一些綠化的 然後看它的外牆 屋頂等等 都保養得比較好一點 就是不是去到脫皮脫骨 所以很多朋友有時問我 二十年樓零是不是已經不能住 因為我知道很多香港的朋友 不是很熟悉這邊 又感覺上木結構的東西 是不是已經一定要買全新的呢 其實也不一定的 唯一看到殘舊多一點的 可能就是你有時會看到這些 common area 比如說欄杆的頂上 上面有些脫漆 這些都是正常的 屋苑很多時候 可能每幾年 就會去做一次的翻身 就會沒有這些 所以不需要太擔心 我們現在就看看屋子的裏面是怎樣的 這個樓零就是二十年左右的 全屋的總面積是1200-1300呎左右 分三層的 地下的層是雙車庫 上面是廚房客 飯廳和房間 當初大概是一個多兩個月前 左右買入價 800多元呎 我們現在就上去看看上面那兩層 大家看到我們這個車庫是很長條形的 因為這些是比較窄身的Town House 它就是前後擺放兩部車 除非兩部車都很長 如果不是其實後面還有一些 存放空間可以放東西 還有它是有兩部門的 車庫門旁邊有一個後門進來 進了屋之後前面也有一個前門進來 就是兩邊門 我們現在上去 這個樓梯上來已經分開兩邊 廚房和客飯廳 在那邊中間有Powder Room和儲物空間 好像這些20年左右的Town House 其實裡面只要上手屋住 是打理得好的話 或者期間有做過翻身的話 都是漂亮的 好像這一間地板就是近年換過 除此之外 我看它的桌面也有機會換過 但是這些長磚 櫃雪櫃電器 可能是原裝或者是舊一些 如果你覺得要換的話 也可以在搬進來之前 找師傅來搞一搞廚房、廁所 這邊就有一個Powder Room 有些儲物空間 來到這裡就是客飯廳的地方 這個位置有些吊燈 通常是放飯 這裡就是放客廳 這個就是中間那一層 再上去就會是三間房 以前舊的Town House沒有翻身過 很多時候都是地毯 這間翻身過就全部變成地板 上去我們先看看主人房 這些二十多年的樓已經有主人套廁 所以門口進來就有一個三間洗手間 洗手間都是原裝的 還沒換過 相對來說都保持得OK 然後這裡就會是主人房的地方 有衣櫃可以放到大床 同一層除了主人房之外 走廊的另一邊就是另外兩間小房 再分享一個洗手間 來到這邊的走廊很短的地方 右邊就是另一個Full Bath 這個Full Bath主要是 給另外兩間房子 住另外兩間房子的人用 然後這邊就是另外兩間小房子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這間房子的總尺寸是比較小的 因為這間房子的總面積是比較小的 1200呎鬆一點 這樣就給三房子 所以房間面積相對來說不是太大 如果大家想要大一點的房子 可能要去看1300至1400呎左右 如果在這些分佈的話 房間面積相對來說就會大一點 OK 這樣就完了 現在就出去了 OK 我們的室內就看完了 現在就和大家出去室外再看看 買了一間這樣的townhouse 住在這個area 有什麼生活體驗 去買菜吃飯的話可以怎樣呢 現在就去了 我們剛剛就在Garden City下面 Townhouse這個位置 我們拍完影片就打算吃飯了 我們就開車大約9分鐘左右 就過來我們這個中環 我們來中環吃飯了 這個商場叫中環廣場 其實它的地理位置 基本上就是阿巴丁中心的隔離而已 我們這裏 這個商場 這裏後面 這個商場是小小的 主要都是吃東西的那些多的 有些豆腐專門店 有大型屋 有媽媽靚湯 有海南雞飯 旁邊有樓 也是我們今天的目的地 去吃菠蘿油 然後前面還有一些燒肉店 海味店 我們現在就進去吃東西了 兩位 兩位 後面 好 好 你上次那個 其實都不用拿了 可以撈進來 裡面很亂 有湯粉麵 有撈麵 有粥 但我不想吃這些 我可以吃牛腩麵 牛腩粉 好好好 有沒有牛腩粉 柱喉牛筋腩 12.7 煲仔飯 今天不吃煲仔飯 瑞士汁雞翅 米線 好好好 我瑞士汁雞翅米線 然後加個菠蘿油 這麼快菠蘿油來了 是啊 好 不過不知為什麼 我都一直在反覆 在懷念那個什麼 梁心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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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菜單 就是每樣都想吃 我多人多的那間 是啊 很想吃 我們什麼時候都在多人多 我那個 它菠蘿油也有幾款 是啊 什麼豬扒菠蘿油 不是 什麼鵝肝菠蘿包 很多 那個菜單 是超吸引的 而且它好像最貴的 不超過20元 是啊 而且那些套餐很吸引 我來試試 把我弄扁了 港式菠蘿包 是啊 港式菠蘿包 是啊 是啊 時久吃一下港式味道 是啊 嗯 牛油 很滿足啊 吃得很冷 吃得很冷 然後呢 是不是吃過菠蘿 你是不是不吃了 不是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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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口 花糕會蛇甘 我很想吃 啊 這個啊 這個好像很棒 我們不如 不是不錄啊 還是威人啊 過來吃吧 吃個會蛇甘 不是啊 5點就收了 我想吃羊腩煲多一點 你怎麼說 你這樣說 不知道媽媽爸爸什麼時候有空 很久沒有吃過羊腩煲 說真的 我現在是很喜歡吃 這個 什麼麵 這些啊 這些啊 我來茶餐廳就想吃這些麵 就是鹼水味的那些 是啊 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呢 那些中式 就是那些 例如米線舖 雲南米線那些 我就是喜歡吃米線 來這裡呢 就會想吃鹼山麵 有 有沒有鹼水味 有 有 有 那不是 它煙暗一點 是不是煙暗一點呢 試試看 對啊 我不是聞那種味道 我是覺得質感 你不要這樣好不好 好嗎 正正正正正正的夾麵 這樣拖出來 就這樣吃 喂 不是我只是一隻手而已 不行 是嗎 它麵要這樣吃 你已經吃到 鼻子都是一粒 哇OK啊 是啊 牛筋腩魚片 我加了 那些魚片 又是很久沒吃過 是啊 很快啊 很久沒吃過那些魚片 是啊 我喜歡吃魚片 是嗎 很酸 太酸 你飯只不懂得夾 你 很酸 很酸 牛筋 很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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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好像不是我們吃的粉 像浸泡炒好的粉 對 要吃 好酸 好吃 我吃這個粉 茶餐味道 牛腩 先嘗嘗 可以嗎 OK 很軟 它中間有些肥 而且全瘦 牛腩也不錯 很貴 很貴精靈剔透 好吃 這個麵 這麼多麵? 對,很大鍋 吃不到 其實就是叫一個 下次叫一個麵 然後兩個菜 明明睡得很多 但突然間很硬 多少錢? 來,後面 自己看 自己看 快點讀出來 鮮牛油 菠蘿包 4.05 哇,菠蘿包 整個牛腩湯 加菜 加魚片 17元 我那個雞翼 16元 我們加上 今天吃了40元 還沒計 還沒計 哎呀,對呀 這裡給什麼 現金 我吃了 你有沒有Cash 你有沒有 啊,這麼大鍋 來